亞文維 曾經 李宗盛 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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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前嫌 大家好 很高興又來到 中庸經典講座時間第七 今天要介紹第七堂課 志成之道 21章 志成明 志成明 未知性 自名成为之教 成则明以 名则成以 非常简洁恶要 一开始的自成名为之信 让我们想到中庸首章 天命之为信率信之为道 修道之为教 中庸首章的前三句 跟二十一章自成名自名成 遥相呼应 咱们的天性 这个明德本性 是自成名的 自就是自然而然 成就是真实无为 名就是光明圆满 这个本性就是自然的 是诚实的 是光明的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会觉得 都学到的过程慢慢理解 也肯定有一个名的本性 但是是否真正的自然而然 是否真正的诚实无为 是否真正的光明圆满 我们就有点心虚了 后学有点心虚 后学会觉得 那个自然的本性 有时候不那么自然 那个诚实无为 那个诚实无为的本来面目 有时候不那么诚实 还有一点点 作作 有一点点 周葬隔阂 光明的本性 有时候 就半明半暗 不够那么完全朗现 那怎么办 下面这一条 也就是中庸首章的修道之卫教 既然自然诚实光明的 本来的面目 没有完全朗现 那就用一点功夫 教化的功夫 就是修道之卫教 修的功夫 那修的功夫 就是也是自然的 我们有一种天性 就是错了 你知道啊 那个是出于自然的 你就想要改回来啊 明成 透过明明德的功夫 透过一种 努力的使他恢复光明的功夫 而达到诚实无为 自成明跟自明成 三个字都一样 只是排序 成明明成 有一点点 就是一个道 给他道转过来 成则明以 是自然而然 这是率性 明则成矣 这是后天反先天 这是一种修道之卫教的功夫 那一个人诚实 他自然就光明 成则明以 一个人光明 他必然是诚实 这也是一体两面 诚为体 明为用 里面用诚 就显入光明 光明背后 一定有这个真诚 咀嚼 这几句话很简短 这一章就是这么几句 但是要反复咀嚼 有它的滋味 在进一步探讨里面的意思 因为意思 也就是天之道跟人之道的对应 自信由天所赋予 本来成真 本来光明 本质具足 也就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能生一切万法 一切万法不离自信 本自原明 无所不照 成则实也 成就是实实在在 成也是真诚 真实不虚 自己真实不虚 自信朗现 光明无所不照 所以自成明 这是自信的妙用 这是天之道 圣人率性 我们可以去反问 反观制造 反观制造会有一种确定 确定说 认识自己有一个明德本性 但是也会有一种 有一种面对 就是说 确定原来本来是光明的 但是如今不够光明 不够光明原因 就是有一些遮障 什么在遮障 毛病脾气 我们的光明本性 被毛病脾气 这种个性业力所遮障 没有完全朗现他的光明 但是看看这些榜样 古往今来的圣哲 有很多他朗现出来的 还有看到前辈大德 他们也许过去也跟我们一样 也还没有完全朗现 但是他们持之以恒的修辞到现在 我们看到很多的前辈大德 也都是自成明 有呈现出来 光明圆满自在 发扬自信本有之光明 而达到自信之真实不虚 这是由教化熏陶而入 我们带有这种凡夫的习气 带着习气业力 没有朗现光明 但是可以透过学习 就是修道的功夫 修道之味教 修回来 回归以道为家 修回这个良心本性来 而越修越回到 这个良心的本怀 就是仁者 就是仁德本性 这是顾家乡 越修越回来 经过这样的一个教化熏陶 知错能改 做中错 错中学 学中做 不断的在这种错误当中 修正改进 一直修到后来 越来越靠近了 靠近了回归了 也越来越脱落着 这些习气业力的遮障 越来越回复本性的光明 这是由明 明其明德 而达到真实无为 真诚 由明而成 努力发扬自信本来的光明 这是贤人修道的功夫 前面天之道是圣人率性 下来这个人之道是贤人修道 的功夫 能够用成 上一章其实最后就是讲 用成的功夫 人一能知己博之 人实能知己千知 果能此道矣 虽余必名 虽柔必强 如果能够这么认真 这么努力 这么用心 那一定会精益求精的 一直恢复 一直脱落习气 恢复本性 复性如初 能够光明必然成实 能够成实必然光明 一体两面 成则明以 明则成矣 成于中 行于外 光明的外在表现 内在一定有一个成实 内在的成实 呈现出外在的光明 那天之道 这是先天 这是道也 由内而外 相当于佛家讲的顿法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的功夫 顿见本性 顿如妄念 这个恢复真如本性 那 人之道相当于后天 由后天返先天 这是闲人修道之位教的功夫 是由外而内的 剑斥的修法 叫剑法 教化熏陶 也是克己赴礼的功夫 克己赴礼 克己赴礼 天下归人 在克己赴礼当中 逐渐的降伏妄念 回复这个真实 回复本身 这一章虽然简短 但是咀嚼它滋味无穷 这还需要大家各自去反复参言 反复在生活当中体型 然后绝照当中去明其明德 明则成语 进入二十二章 为天下至成 为天下至成 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 则能尽人之性 能尽人之性 则能尽物之性 能尽物之性 则可以占天地之化育 可以占天地之化育 则可以与天地参与 天地人 人位列天地之间 头顶天角立地 三才之一 不可妄自菲薄 人的本性 与天地 同其高明 同其薄厚 所以要效天法地 天下至成的人 至成 圣人 能尽性 唯能尽其性 圣人 完全没有 叶利奇奇的遮障 能够 纯然的 朗现 他天性的光明 这叫尽性 尽就是尽达到的极致 尽就是全部 有一种没有漏洞 尽 完完全 完全的朗现他的天性 那一个人能够尽其性 就是朗现自己的天性 能够尽性 能够正己 能够自觉 这样的人才 堪 堪能 觉他 堪能成人 也就是能尽人之性 就是几利而立人 就是忠 然后推几几人 术 这里内圣而外亡 一个人能够内圣尽性 达到内在的圆满 才能够帮助人 达到他的圆满 每一个人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这个本性 都来自于天 复兴于天 大家都是一样圆满的本性 个个不缺 本质具足 那么我们看到 有人能够圆满他自己了 我们圣何人也 与何人也 圣何人也 与何人也 有为者亦若是 有榜样 给我们做示范 圣人就是我们的榜样 所以孝圣法贤 以圣贤为标杆榜样 最后我们学圣贤 学得像 就与圣贤没两样了 能尽人之性 能够尽己之性 你是过来人 你把过来的经验 来因财事教 来提携 能够帮助人 也能够达到他 复兴如初的这个程度 能尽人之性 我们看看 天有天理 地有地理 事有事理 物有物理 人有性理 人从此心 心同此理 我们一个人能够尽性 也能够帮助人尽性 不只能够帮助人尽性 也能够尽物之性 尽物之性 就是能够成就万物 能够利益众生 能够责逼万物 亲亲而人民 人民而爱物 这一份的觉醒 能够带来大家的觉醒 万物的觉醒 能近物之性 则可以占天地之化欲 能够近物之性 其实一草一木 都怀着尊重 都善加运用 这就是人尽其才 地尽其利 物尽其用 这个近 物尽其用 人尽其才 地尽其利 这个近的背后 跟这里 跟一个圣人的尽性 都是息息相关 也为其能够尽性 所以能够利益众生 帮助一切 最后能够尽万物之性的时候 不就是可以占天地之化欲吗 天地化欲万物 这好像是一个上天的权柄 但是一个圣人能够尽己之性之后 也能够帮人尽性 也能够帮助万物尽性 这不就在辅助天地 在占天地之化欲的吗 参占天地的化欲万物的 这样的伟大的事业 那么可以参天地之化欲 不就跟天地相匹配的 天地人 有时候我们会想 人跟天跟地 天那么广辽阔 地这么薄厚 高明薄厚 人这么渺小 我们看的是五尺之躯 六尺之躯 这个身体虽然渺小 那这一点灵性可不小 这一点灵性放之谜六合 卷之退偿于密 说起来自性如虚空 虚空等量 一点也不渺小 发挥出这种自性的妙用 跟天地合其得 这个可以与天地参 这是圣人 圣人自成尽性 圣人做到了自成 所以他能够尽性 自成尽性 就相当于佛家讲的顿悟 唯有天下自成的人 就是圣人 能够将天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能尽性 就是当体成真 全真 一丝不挂 没有丝毫的遮障 没有丝毫的虚伪 没有丝毫的仁欲私心的避障 一丝不挂 达到一丝不挂就是全真 就是自成 就是尽性 所以良知良能完全显露了 这叫尽性 所以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全知全能 良知 不学而知 为之良知 良能 不学而能 为之良能 就与生俱来 本质俱足的这种 自性的妙用 能够朗现出来了 自然而然 就是圣人尽性 也能够尽人之性 不只能够尽人之性 是名无同胞 是物无余也 名无同胞 就是大家都是上天的儿女 都是同胞兄弟姐妹 不只人类是同胞 万物也都是天地所生化 也都是无余 就是我们的同类 人性物性一处来 将心比心死可爱 所以为什么要如数戒杀放生 就是将心比心 万物也需要我们去筑化 而不是去伤害 万物行疏理不疏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故能尽物之性 当能够尽物之性的时候 万物病育而不相害 不会互相残杀 这个背后是一种爱护万物的心 这份的爱物 也就是敬畏天地 敬天地 必然爱万物 敬天爱人 然后人民爱物 能够敬物之性 不就是在参战天地的造化 遇成万物了吗 所以这样的一个天地造化遇成万物 多么伟大的事业 我们竟然可以配合天地 来参战天地万物的化育 而这样子理解的 这个尽性的功夫 我们不是天重的圣人 但是可以透过修学而回复 互信如初 这是至成而名的功夫 再来就是第23章自驱 其次自驱 做不到圣人的尽性 那么学习闲人的自驱 什么叫自驱 我们看那个驱就想到弯曲 弯曲 字就给它伸展 给它弯曲的拉直拉平 这个字 有点像字良知 把它发扬出来 把这个弯曲拉平了以后 不就恢复执心了吗 执心道场 执心净土了 屈能有成 成则行 行则住 住则明 明则动 动则变变则化 为天下至成 为能化 这里非常的有趣 成行住民动变化 这就是一个蜕变的过程 蜕变的过程 我们在自驱就是有弯曲 弯曲代表我们的天性 不是完全的呈现出来 它是有一些遮盖 有一些弯曲是一个形容 就是扭曲的天性 这个天性本来是直 是通天 天人一贯 但是今天天人没有一贯 有一个隔阂 有一个弯曲扭曲在那里 要给它拉直 就是自良知 要给它发扬出来的过程 就是一种蜕变的过程 虽然有一些扭曲 这个曲我们给它理解说 虽然梁之良能有一些遮盖 但是透过用成的功夫 它能够去蜕变 去脱落 去其本无还其固有 这些遮盖本来没有了 这个弯曲不是原来的样子 那给它拉直 给它排除这些障碍的过程 这一份的诚心 这一份的用心 久了会改变 会形 就是这个形 成于中行于外 这一份的真诚 慢慢的改变了原来的习气 改变了原来的个性 像游欣生 那个形貌都会改变 行则柱 慢慢这个形体相貌 气质由隐到显 它逐渐的形象出来 然后慢慢的变 注就是更进一步的确定 注就是越来越明确了 就是那一份的改变的形象 越来越整个的转换过来了 注则明更进一步 非常的明确的 从行到注到明 它是比较细微的讲 那个蜕变的一个过程 大家想自己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是不是都有变化气质 后学觉得自己变化很大 以前抽烟也喝酒 以前有点吊了郎当 但现在慢慢会有一点栽桩中正 这种外放的习气脱落了 过去那个我好像不见了 今日之我 当然从昨日之我蜕变过来 但蜕变过来就是有一个自趋的过程 从成于中到行于外 行于外以后慢慢的变成显著 从隐到显了 显著到后来变明确了 这个慢慢的好像一个新 往日种种譬如昨日始 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 好像一个新生命的一个明确 明则动 然后动就整个的一个 产生一个驱动 生命在一个蜕变的过程当中 有一种动能 动则变 这个不断的不断的在变 改变 改变了念头 改变了言语 改变了行为 改变了习惯 改变了个性 改变了命运 这变到后来化了 化就是整个已经好像脱胎换骨了 离于月龙门以后变成龙了 凡夫化为圣贤了 就是脱落了习气业力 抖落了一身尘埃以后 恢复了清净光明的本性 这个自虚就把 把这个变化的过程 蜕变的过程很细目的这样子很调理的 分析这一步一步的一个转化的过程 或许觉得每一位浅贤 你学到之前跟求到之后的人生 应该就是在验证一个自虚的一个过程 而背后就是成 有的人会说 我求到那久了好像没什么变化 那问问你的心 这个虚能有成 关键就在那个有成 你虽然有一些扭曲的个性 有一些业力习气 但是你要有诚心 一分诚心三分感应 三分诚心七分感应 七分诚心十分感应 十分诚心不求也硬 的确或许看到在大陆学习带动 我们那一边的同修 我就看到每一个人气质的变化 有一位何姐 她就是非常木讷的人 而且应该很耿直 好像都没什么变化 讲话根本讲不出来的人 但是她埋头苦干 一经常在厨房做事 她做伍卫师大概做了三年了 最近的研究班发觉她很勇于 也敢举手表达自己的意见 然后所言也言之有误 道理听久了入了心 然后有真正默默在行词 真功实善积累到一定程度 的确脱胎换苦 或许大家她有一次发言 然后侃侃而谈 谈了一段 而且很有内容 跌破大家的眼镜 就是说怎么何姐能够开口了 不是都不讲话了吗 今天开口了 一鸣惊人 这个都是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在道中我们看 你仔细看 同修都在自趋的过程 重要的是她的诚心 有诚心必然有感应 最后 唯天下至诚唯能化 有那一份的至诚的心 能够化己能够化人 所以才能够颤颤天地化欲 行人自趋 就是透过建修的功夫 我们达不到上一章所讲的 天下至诚能够尽兴 那是圣人的境界 那我们达不到 没关系 修道之未教 退而求其次 我们就老实修行 用自趋的功夫 趋就是有所偏 趋就是推字 把这偏差修正 然后有所伸展 把天性能够伸展出来 虽然善德还有所偏 还不圆满 但是能够用成的功夫呢 把所偏之处给他修补 给他修圆 给他把天性推扬 发扬出来 自良知 那圆满这个偏差 最后 一些偏差都补足了 就没有偏了 就修到后来修圆了 修平了 成于中自然行于外 有成心自然有感应 行于外 它就是久而久之的一种气质变化 有显著 有隐为到显著 这个改变从 大家还一开始看不出来 但是日久见人心 的确 后来就是真诚的心 用久了 它气质变化 脱胎换骨 显著久而久之就明朗 明比住更明显 感应变化又越来越明显了 明显久了 自信启动妙用 启动久了 发生变化 气质变了 命运变了 改变久而久之 转化了 一个凡夫修成的圣贤 古往今来的圣贤 不都是这样成就的吗 神仙本事凡人做 只怕凡人心不坚 这个心坚 就是成了 能够转化 化欲 这跟圣人一样了 到最后 及其字也 那一也 就到达了以后 知道了 行到了 就都一样了 唯有天下自成的人 能够占天地之化欲 因为人同子心 心同实体 自己能转化 也有能力转化别人 所以自须用成的功夫 到达极致 就跟圣人尽性 没有两样了 能够坏欲万物了 好 我们在下一章 第二十四章 至成之道 至成之道 可以前知 国家将心必有真详 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献乎是归 动乎是体 获福将至 善必先知之 不善必先知之 故自成儒神 我们来看 儒家称圣贤 称圣神 圣贤 圣贤就是人达到自成无为 达到一种至善圆满 佛家称佛菩萨 佛叫做绝 佛者绝也 菩萨绝有情 能够慈悲度众 所以佛菩萨 我们用他的真实意来讲 就是觉醒 而且能够慈悲度众 悲至双运 道家称为仙真 仙 你看仙就是人加一个三 仁者要三 好像本性朗现如如不动 那叫仙 真实无为 我们看看仙真也好 看看佛菩萨也好 儒家讲的圣贤也好 不都是一样吗 在后学院中 就是人达到的一个 互信如初 达到一种究竟涅槃 究竟涅槃就是究竟圆满 这个都是一样的境地 平等无高下 其实就是恢复本来面目 因为我们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复兴如初 自成之道 可以前知 人的自信妙用 灵妙通达 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种延续 为什么能够知过去未来 其实就是因为理 理贯通过去现在未来 一理贯通一切理 超越时间与空间 时间上来讲有过去现在未来 空间上来讲 上下四方六合 就无穷的宇宙无穷的时间 上下四方为宇 古往今来为宙 这宇宙就包含了 无限的时间与空间 那一集一切一切集一 灌通的十方三界 灌通的一切时间与空间 所以自成之道可以前知 就是人得一万事 必一理贯通一切理 当一个人心成则明的时候 好像了然于心 这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有一种欲知力 这个欲知力不是讲得好像神乎的 本来就具有这种能力 就本质具足的一种成则明 就是都能够没有遮盖的时候 一切都了然于胸 一及一切一切集一 所以当国家要兴旺的时候 有兴旺的征兆 有好兆头 必有真详 国家将衰亡的时候 必有妖孽 妖孽就是这些凶兆 现乎世规 可以透过补卦 透过过去一些 从龟甲上的纹路可以看出来 动乎世体 从人的这种四肢行为也可以察觉先机 所以一个成名的人 他好像就特别的有一种准确的预知能力 我们也看到一些前嫌在判断事情 有很准确的这种判断力 我们自己有时候遇到事情 如果你够诚心 也会有一种准确的判断力 后学就觉得有不少这样的经验 事情还没发生 好像自己也可以透过 因为一份真诚的恭敬 好像就会有一种明确的预感 祸福将至 善必先知之 不善必先知之 人的穷通祸福 不外有他穷通祸福的理 祸兮福走以福兮祸首福 圣吉而衰脾吉太来 所以对万物的事情的发生 逐渐的去顺应这些自然的规律 也不抗拒 随顺因缘当中做该做的 就数位而行 数位在儒家讲数位 佛家就是随缘 就随身中因缘的流转 然后到家就讲自然 无为 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一力而行 其他的不用担心什么 该怎样就怎样 即使明天就世界末日 今晚我还是要在园里种满玫瑰 就我还是做好我该做的 管他明天怎么样 我们明天怎么样 我们今天还是尽自己的本分 这一份就是 能够坦然顺应自然的一切 祸福将至 善不善都能够预先知道 道理很简单 就是自信的妙用 灵妙通达 我们说 这么准确预知好像神明一样 人人本来就是如神明 跟神明一样的本性 聪明正直为神 能够没有遮障 那自然灵妙通达的本性 对于事情会有一种锐智 准确的预感跟判断 至诚如神 能够把诚用到极致 发入至诚 这个不求也应了 对于万事万物就能够洞察欲见 神通妙用本事具足 国家要兴旺 会有祥瑞的征兆 家和万事兴 通常就是大家有那一种如理如法 国家将要灭亡 也一定会有妖孽的征兆 一定有很多不如理不如法 颠倒错乱 这个恶贯满云 积到了极致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果报现前 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 其实也不离这种道理 就是因缘果报 这个善恶果报的一个 因缘果报的一个定理 这些征兆表现在 既是不挂的欺悟上 表现在人们的动作威夷上 所以有祸要降临 还是有福祉要来临 好事坏事要来都会先知道 所以自成的人好像神明一样 大家羡慕吗 不用羡慕了 这个不是羡慕来的 就是好好的修道陪得 我们自然自成的感应 不求也应 十分的诚心不求也应 都与天地相感相应 第二十五章 成者自成 成者自成也 而道自道也 成者物之始终 不成无物 故知君子成之为贵 成者非自成己而已也 所以成物也 成己人也 成物至也 性之得也 和外内之道也 故实错之一也 这一段就讲成是自我的成就 成者成也 或许也总结一种体会 就是说 为什么讲不成无物呢 一个人没有成心 注定一事无成 一个人有成心 能成就一切事 大家细细细品味 这一段其实也就讲这个重点 有这个成心 可以成就一切事 没有成心 一事无成 成之为贵 成是万物之本 成就是真 就是没有虚伪 是本质具足的 大家都具足这种诚实的本性 而道是本有的 道就是理 人所应循的正路 就是这个成实无为 这个道 自道也 不假外求 本质具足 但是 我们要回归本性 自然知道 该怎么走 该怎么做 道要自己走 路要自己走 道要自己修 这个道就是应循的正路 成是事物始终的道理 天地宇宙万事万物 有它的自然规律 就叫做道 那么成也有一种 永恒不尽 自成不息 有一种生生不息 永恒的一个运行的力量 不成就无法化欲望物 所以君子以成为贵 看重这个成实 失去了成实 不晓得还能做什么 有这个成实 不担心 不担心不能做什么 什么都可以成 所以成实 这里面蕴含一种 扭转乾坤的力量 蕴含有一种永恒不息的力量 成并不是自我实现就结束了 还要化欲望物 自觉而觉它 正己而后成人 内圣而外亡 它是一个连贯的 它不会说只当个治了汉 所有的圣贤先佛 没有一个治了汉 都是以天下为己任 能自我实现 自信自度 那是本分 本来就应该做好自己 本来就应该自觉 那也是人得的本怀 能够化欲望物 进而能够化欲望物 就是正己成人 自觉觉它 亲亲人民 人民爱物 能够自度 还要度人 还要成全人 这个能够度人成全人 表现的就是智慧 刚刚讲的自我实现 那是人得的本怀 那是自觉 而能够度人成全人 那是智慧的表现 自信的妙德 是内外通达的 不受形体的拘束的 因此其心动念 隐形举止 我们就都能够恰到好处 恰如其分 如理如法 处处合于道 就是依循良心的指引 如理如法 一背离良心 就离道了 道也者不可虚以离也 可离非道也 好 进入二十六章 至成无喜 这章也长一点 故至成无喜 悟喜则酒 酒则争 争则幽远 幽远则伯厚 伯厚则高明 伯厚所以在物也 高明所以富物也 悠久所以成物也 伯厚配地 高明配天 悠久无疆 如此者不见而张 不动而变 无为而成 续续去品味去咀嚼 这种道的呈现 就是一种像天地 天的高明 大地的薄厚 还有一种时间的悠久 高明薄厚悠久 这让我们去体会 道的一种广大 还有永恒 能够学天地 还有自然的一种悠久 这种高明配天 不厚配地 然后悠久无疆 悠久无疆 就是一种永恒不息 能够这样的自成无喜 那就会君子之道 黯然而日章 大家没看到你怎样 但是你老老实实的这样 久了就会彰显出那种蜕变 不动而变 看起来好像没有做什么 好像摇旗呐喊 做一种表演性的东西 没有 都是默默的自然的 做好自己当中 会产生这种变化 是无为而成 有为就是会做做样子 无为就是不做任何样子 只是默默的做好自己 天地之道 可一言而尽也 其唯物不饿 则其生物不测 天地之道 薄也 厚也 高也 明也 幽也 久也 是昭昭之多 极其无穷也 日月星辰细焉 万物复焉 以天地万物 来做一种说明 说明这种天地的 高明伯后悠久 然后看看天 不就是天吗 但是达到无穷的时候 尽虚空遍法界 日月星辰 不都在虚空当中寒长 万物不都在虚空当中生成化育 富载万物 想到这就是一种广大 自广大而进精维 看看大地 大地不就是土 土地 一错土有什么了不起 一错土没什么了不起 当这个土延伸到广大厚实的时候 我们看到大地 能够承载这种高山 这种山岳 这个大地没有说 你好重 我载不重 大地都承载了 可以挣河海而不屑 这种各种百川巨流 各种大山大海 还有万物 都被大地所承载 你看看一错土没什么了不起 到它薄厚到像大地这么薄厚的时候 能够承载五湖四海 三川五岳 三江五岳 然后万物都在大地的承载当中 你看山 山不就是石头 石头山 一全石的石头有什么了不起 一全石没什么了不起 当它自广大以后 到这样山栏叠碎以后 你看草木生长 禽兽聚在里面 宝藏寒藏在里面 你看 这就是广大 广大产生的一种量变到质变 金斧水 水我们说这个水有什么了不起 一汤匙的水有什么了不起 一盆子的水有什么了不起 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水当它广大像大海一样 你看多少的圆陀交龙 鱼鳖 水足众生都在这大海里面生长 然后货财之烟 这大海当中含长多少的宝物 这里都是用一种具体的东西 在给我们形容 去体会什么叫广大 这个广大以后不可思议的一种力量 又引用了《诗经》的这一段 为天之命就是上天的明命 天命之为信 这个天命的本性 上天的明命是如此的伟大 其实高明 伯厚 悠久都含在里面 都是自信俱足的 这就是天之所以为天 这种天的广大 在这里天就是道一样的意思 这个道是这么样的不可思议 那在人就是那个本性 天命的本性 是这样的不可思议 何其置信俱足一切 何其置信能够生一切万法 呜呼不显 这个道好像 好像都不是很显露的 道看不到摸不着 无形无相 但是无形无相 却成就一切万象 就好像文王的那种德行 文王的德行 德行是看不到了 但是当他纯美到一个极致 这个德行 大家感受到了 文王所事先出来的德行 垂范于后世千秋万世 让我们感受到这种人格的榜样 要学习古圣贤的这种风范 文王之所以为文就是 为什么叫文王 这个文就是他的一个纯美的德行 的一个表彰 这一段后续给一个标题就是 究竟永恒 悠久无疆 究竟永恒 自成无习 所以自成无虚伪就不会有间断 有间断 代表诚心不够 没有间断持之以恒 恒成坚毅 古圣先贤能够成就圣贤 没有一个不是恒心 成心毅力坚定的 这个持久了就有正宴 你说这个只有几分钟热度 三分钟热度 这就缺乏成心了 那很难有正宴 久了一定有正宴 正宴久了就能够推广幽远 推广幽远就能够博大身后 博大身后进而高大光明 这样看出有没有自成的心 看是能够持之以恒 没有间断 恒心真的很重要 有恒为成功之母 缺乏恒心不能持久 就没有增业 就看不到效果 看不到效果就难以推广 难以推广就难以身后 难以身后也难以达到高明 后学会体会说 每一个事业的开创 在道场我们看到前辈大德 在台湾在世界各地开荒产道的过程当中 不就是这种恒承经义的心 而能够后来有争验而能推广 推广然后才能够久远 才能够深厚达到高明 最后成就 他们最后达到一个究竟圆满 也带动大家走上乘胜乘弦的 这一个究竟圆满的道路 这个不是偶然 都是背后一种自成无为的心 薄厚如大地能够承载万物 高明如天空可以覆盖万物 悠久可以成就万物 德性培养的身后可以与大地匹配 大德大德 道行崇高光明可以与虚空相匹配 天之高明地之薄厚 悠久无疆就是无穷无尽 能够如此 我们在法天择地 孝圣法贤的过程当中 也是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虽然没有表现出来 但是慢慢的会显著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动 如如不动 但是却能够千变万化 自然无为当中成就一切 所以成者成也 不成无物 成能够 有这个成心能够成就一切 但是没有这个成心 一事无成 天地之道可以一字表达 天地之道 我们讲到背后 就是一种真成无为 真实无虚 这个字就是成 用一个字来表达 天地当中的一个大道运行的妙用 道无恶道 理无恶理 一本善万书 一理能够画万物 达到无穷无尽不可测量 背后就是有这种不可思议的成的力量 天地之道表现在广博深厚 高大光明 幽远持久上 人也要学习 涵养一种广博的 深厚的心胸 高大光明的一种视野 悠久无疆持久的一种 毅力耐心 看看天就是虚空而已 虚空 一处的虚空有限 到了无穷的虚空 寒长日月星辰 覆盖万物 看看大地 不过就是土 一错土 到它广大深厚的时候 承载高山不贤重 收藏河海不泄露 可以承载万物 山不就石头 但是到了广大的时候 长草木 禽兽居住 蕴含各种宝藏 看看水 一勺子水不怎样 但是到它不可测量 像大海一样 那就能够生长各种 鱼鳖水族众生 也能够开发各种的天然资源 这就是达到了广大 以后的不可思议 诗经上说 上天的明命非常深远 天之所以为天 哪里有不显明的呢 由微到显 看看万物静观皆自得 静下来观察 天地化于万物 妙妙妙妙 妙不可原 那么文王呢 德行纯美 也是像这种天 能够得配天地 文王所以为文王 因为他的德行纯美 没有杂质 达到自成没有虚伪 所以能够自成不习 可以与天地相匹配 这就是我们后代学人 法天则地孝圣法贤 圣贤得配天地 学圣贤就是学天地 学天地的天的高明 地的薄厚 自成无习能够深化天地万物 这种无习 它是经过长时间的 长时间始终如一 就会成功了 这个中途有变化 半途而废 全功就尽弃了 人身上有道 学天地的自成不习 开启无穷无尽的良能 良知良能 就挤发良知良能之至善 挤发到极致就是至善圆满 诸天先佛 历代的圣贤 都是用成而成就的 仔细去考察 没有一位不是横承坚毅的 横承坚毅背后 用了这一根成心 我们每一位学道的人 学圣贤的人 也是跪在这个成心 成者成也 不成无物 好 道本有序成天降 忠庸之敬唱无主 希望我们学道秉乎自成 自成不习 自然何愁大到不成功 只要永恒不变的 守住自己的愿力 心发则众生可度 愿力佛道堪成 这一份的发心发愿 就是要自成无习的死忠如一 走到底最后圆满成功 谢谢各位前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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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